恭喜肖玛的朋友 你是属于今年十二生下的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名的 今年是一个非常适合展翅高飞的一年 那么肖玛的朋友今年叫做三合太岁的一年 代表今年人员相当不错 再加上今年命宫中拥有很多集星降临 比方说三台或者是将星之类的东西 所以今年特别容易有地位和权力提升的机会 不论是打工一族或者是做生意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失难得的机会 但是今年肖玛的朋友也是要注意 千万不要目中无人 因为今年命宫中有无鬼、官府跟非府心的降临 所以今年也是要特别注意言语 轻责的话可能就是罚款 重责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官司产生了 那在感情方面来说的话 今年肖玛的朋友因为今年是三合太岁 所以今年人员相当不错 交际方面特别的得心应手 但是今年也是要特别注意 跟罚女之间的沟通 可能今年会可能会造成 严多必试的事情发生 所以记得今年只要多点沟通来说的话 感情方面的维系并不是一个问题的 那在财运方面来说的话 今年肖玛的朋友因为有三台跟金玉星的降临 所以今年正财方面相当的不错 那么再加上有这个金玉星是一个比较动荡不稳定的心 可能今年肖玛的朋友特别好胜 什么东西都很想赢取 所以建议肖玛的朋友 记得今年千万不要贪赢而不知书 那么在这个健康方面来说的话 今年肖玛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所谓的小毛病 这个小毛病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但是只要尽量不要这个所谓的癌业 注意这个饮食的均衡来说的话 今年在身体健康方面来说的话 并不是所谓的大问题 那么建议肖玛的朋友 今年播放很多穿这个红色 米色或者黄色方面的衣服的颜色 可以提升自己的个人运气 除此之外建议肖玛的朋友 今年播放就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 能够的话多点参加这个吉利的活动 能够让自己充满这个正能量 那么在这个风水布局方面来说的话 建议肖玛的朋友 今年不妨就在这个所谓的北方的位置 放这个水种的植物 能够帮助吹望这个人缘桃花 此此之外也可以在这个南方的位置 放这个泥种的红色植物 可以帮助吹望自己的喜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